但是我们发现它的否定又变化了 你会发现当Math表达肯定猜测的也是肯定是 this 但是它的否定猜测居然不是needent 也不是Math又换了又换成了 count 因为这是肯定不是 this 所以这是重点 记住在表达猜测的时候 Math的否定是又换了 再往下may那就是may not minor就minor 所以我们看一下总结一下 其实到目前为止 Math我们已经学了多少个否定词了 You mustn't吧 还有needent 当然还有我们接着这个tent 你要知道它们三个否定词什么时候出现 我们说当时有非常非常危险的情况下 才会说mustent 就是说绝对不可以再乱玩 You mustn't play in road too dangerous 才会mustent 而第二个是我们最长的搭配 比如说你不必来这么早 You needn't come so early You needn't 而只有当表达猜测的时候 我们才会用cant这个词 听清楚了吗 好了 那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讲完的所有的比较重点内容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看一下 情态动词 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常用的请求军团 那么表达请求的情态动词 其实我们要知道有这么一些 can could may might 还有shell 他们都能表达请求 但是用法有略微的差别 我们中国人喜欢用哪样 他 中国人在用他 但其实这个词不礼貌 因为 大家看后面 can这个词的意思 它比较深意 它不礼貌 它侧重的是上级 对下级 的一个用法 你比如说老师说 我能看你作业吗 can I see your homer 可以 但你个老师 老师你能帮我看错了吗 can you 这就不对了 can you correct my homer 就不礼貌 那怎么办呢 我往下走 这俩词是配用的 就是could和may 是在英文当中最最礼貌的词 所以要大家一定要最常用 这一点要跟各位同学说清楚 如果大家出国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出国的机会非常多 你可现在别丢人 那你跟服务员说 哎麻烦我们喝杯水 或者麻烦什么东西 应该是may I have something 一定要may 这个词 或者是could I have something 这两词我们是建议大家常用的 那么咱们家my这个词 那几乎就不常用 太少用了 因为它太过于谦卑 所以这个词我们就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最后这个词 should this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表示in down this 它只能用于敌人称 表示跟I和we在一起 你比如说 我们能自己玩吗 should I 或者是should we 这样说才可以 比如咱们去国家玩吧 should we get the part 这是可以的 所以说在用法当中 我们会主流推荐 could和may这个词 大家千万记住 好了 这一节非常简单 这是我们的请求军团 那么在请求军团当中 大家回答 也要注意 这是考试的考点 比如说 could I go with you 我能跟你块去吗 求你让我块去吧 不行 那么不行的时候呢 很多多半徒都认为 那他用的是could 那就是know you couldn't的呗 真心不是 要是could我就不讲了 我们发现 当could形容的时候 回答 居然用的是can这个词来表达 不行 know you can 那要行的话 就是yes you can 这是could这个词用法 那么may这个词用法也是 那当然这么讲的话 may I go with you 你都不能说know you may not了 我们用的居然也是can 但是否定呢 也可以使用muston 这个词 你比如说 may I take this out 你好 我能把这个带出去吗 不行 绝对不可以 no you mustn't 所以说看你语气 如果你语气非常强烈 应该说不好意思 绝对不可以带出去 对吧 no you mustn't 好了 那么这一点是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的考试 小考点 大家好好在这个黑板上看清楚它的用法 这就是我们的请求军团 那么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来练练小手吧 看大家这个做怎么样 好 那么问题小题 David he has already gone to dirty 像这种题一看就是表猜色 因为后半句给你提示 说他都已经去了土耳其了 那你说那个人是吗 肯定不是吧 我们刚刚学过了表达肯定不是的 只有一个词就谁啊 你看 你学过muston表猜色吗 没有 你学过need about猜色吗 也没有 你学过cant吗 可以 你学过want吗 也不可以 我们说了 表达猜色就能撒词 一个是小强must 一个是小弱might 一个就是小may 这撒词 除此之外的性能词 不可以表达猜色 当你都确定了 那么应该是can't be C答选的是c答 第二题 the key be lilies cheers on my death 你看 在我桌上呢 所以那个钥匙 是lily的吗 因为他说了后半句 所以后半句 对前半句影响非常大 说here is on my death 说他的这个 在我桌上呢 所以那个钥匙 肯定不是了 那么所以我们又选了 跟你一样的 跟你一样的 cant to be 3 whose coat is on the chair 那一洞上的衣服是谁的 I'm sure 我们说 只要剧中出现了这种 非常强悍的 I'm sure 我肯定 那么你都肯定了 那你就肯定一下呗 那么所以只有谁 表肯定来着 小强 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第三题 it must be my teachers 就出来了 你看我们第一题和第二题 考的是肯定不是 第三个是肯定是 4 and 5 how is you 它多大了呀 I'm not sure about it 给大家讲一个 做题的小技巧 如果你在考试当中 只要看了not sure 你就记住了 答案只有两种 要么选may 要么就选might 这个肯定跑不了 所以答案就选吧 一定选谁 而且考试题 一定不会把may和might 同时出现 这样就错了 因为may和might都能选 所以我们肯定选这个了 she may be I'm not sure You'll see isn't that aunt's husband over there 那是吗 No I'm sure he doesn't wear glass 后面非常确信了 我们说只要确定 没一定说 那个肯定不是 那么表达肯定不是 就是只有can't be了 就选出来了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表达 猜测的题在考试当中 出现几率是最大的 而相反 我第一个讲那个 他们的情感功能 考的反而不够大 好 大家这关于猜测 一定要好好把它再研读一下 second seven You'll be tired You've only worked for an hour You've only worked for an hour 你才工作一个小时 你说你累不累啊 那肯定不累吧 哪一个表达肯定不累啊 做了很多遍啊 第三个说明啊 I can't be at the moment yesterday you 诶 昨儿的这个时候 这是个关键词 at the moment yesterday 就是昨儿的这个时候 那么昨儿的这个时候 这应该强调进行 这一点大家记住 看到at the moment 你一定要想到doing 词记里面一定要选代doing 那么很遗憾 我们只能选择a和b 但这个a和b当中 b一看就排除掉 我们刚刚讲过 在情态动词后面 应该用动词原型吧 诶 所以这样来的话 我们答案选的是a you must be sleeping 就结束了 好了 那这是我们的第七小题 就结束了 答案选的是a 8 and 9 you go and see doctor at once because you got a favor 你得知道后半句 got a favor got a favor 什么你知道吗 发烧的意思 都发烧了 所以得赶紧去看嘛 所以这个词就选的话 选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词 就是小强 must you must go 第九 we are lent before 1145 no you needn't 我刚刚讲来着 跟needent的最常搭配的小伙伴 谁来说 大家记得吗 needent的小伙伴 肯定是must 这种题大家有些记住了 must跟needent一定是搭配 must i must we 答应就是needent needn 所以答案选的是b 两个都是must number ten you hurry there is not time to go 后边都说了 有足够的时间 enough time 那说明你不必 那么哪个词表不必来着 哪个词表不必来着 我们说 只有needent表不必 c个不能选啊 没有这个词 这个词压根不存在 好 所以答案就选了是a答案 那ok 那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语法的 再次通过这个题来练一下 我建议各位同学把我这个讲 这一讲 再看第二遍 好吧 ok 那么最后 let's might in我们的略讲课文 sold out 这文章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个小故事 所以我们要大家非常流利的把它读下就可以了 因为这文章没有什么写作亮点 单词短语都比较简单 我们看单词 number one hurry这个词 我们天天见吧 很匆忙的意思 hurry 快点 快点 就是hurry up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说hurry up 好的 第二次是本词的唯一一个语词 就是大声说话的 等于shout 叫做exclaim exclaim exclaim 放下就是售票处 take the office 非常简单的 退回return 还有真遗憾 pity 最后是bid 上基地这个副词 sadly 非常非常简单 有时只有一个圣诞词 就是exclaim 好 我们把单词来读一下 hurry hurry exclaim exclaim ticket office ticket office return pity sadly ok so let's see lesson 19 sold out play may begin at any moment i said it may have begun already sudan already i hurry to the ticket office may i have two tickets please i ask i'm sorry we've sold out the girl said what a pity sudan exclaimed just then a man hurry to the ticket office 好吧 我们看这个故事当中 上来就讲的是 两人的对话 所以这文章非常简单 就是说 哎呀 这个表演 这个话剧可能已经开始了 这句话呢是 begin at any moment 这句话意思就表示 随时都可能开始 其实这句话 原来就是说 我们马上就持道理 随便把这句话记上 begin at any moment 就是something 加一个动词 at any moment 表示随时都可能会发生 就表示马上就到 的意思 it may have begun already 但虽然说 可能已经开始呢 所以用了我们刚刚的一个 可能 所以我就匆匆跑到了售票处 这个词要记住 holy to 匆匆跑去的时候 就说 你好 我能买两票吗 你看人家就是may I吧 我刚刚讲过吧 你看 非常礼貌用法 may I have to take this 抱歉 我卖完了 这个是本文的重点 卖完 售光这个词 要用sold out这个词 那么它的原型就是 sell out 我们经常会使用 sell这个词 但是out 表示卖光 售完的意思 我们把票卖完 就是weave sold out 哎呀 太遗憾了 那么下面这个有用的小句子 真遗憾 what a pity 结果呢 就在那时 一个非常有小端语 just then 把这个端记住 就是那时呢 突然有个人跑到了售票处 我们看这个人是干嘛 诶 can I return these two tickets 我能退票吗 certainly I went back to the office at once 我一听说有人退票 我赶紧跑去吧 诶 太好了 我正好票卖完买不着 这人退票 所以赶紧 at once 回去之后说 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 please 诶 你好 我刚听说有人退票是吗 我能要那两张吗 sut me 可以啊 but they're for next week's days 但亲不是今儿打 那是下周的 呃 do you still want 你还想要吗 呃 I might as well have them 诶 最后一个非常有用的 might as well 那我还是拿上吧 诶 你总比没有的强压 所以我们大家有买票的时候 经常发生情况吧 就是比如你订票的时候 你越是想要进天看 你还就买不着 你发生退票的话 退的还不今儿的 那你所以只好拿了这个了 所以本课当中几个小转语 我们刚刚画圈的部分 希望大家能够记一下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lesson 19 我建议观众学 呃我们的新干件当中略讲课文 不是说不讲 我们都给大家穿一遍它的意思 因为它在整个的写作手法当中 没有太多要讲了 我建议大家回家用自己的iPad 或者用那个网络形式去搜索一下 美语发生的一些课文 把我们的课文再听一遍 在听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可以把我们的讲到那个填空来填进去 同时在听的时候要跟读模仿它的发音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课文当中出现这些短语 你就可能再次使用一遍 所以今天都有两个 第一个呢 我们刚刚的课文就第17课 要求可以看着漫画将它复出来 第二个作业呢 我们的课后练习去做 第三个作业 我们的略讲课文 要大家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录音 再次跟读和模仿去 模仿人的发音再读一遍 而不是不看了 并且我的略讲课文 都是重点以短语为主 所以摘要我必须要写 那么各位同学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在暑假期间 开了很多的学习小组 同时处出来的Q号 在随便是87124697 有问题的话 可以及时跟我来联络 我们给大家进行解答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讲呢 就先到此结束了 别忘了去下载一下 我们的新干件的美语发声 这个iPad都能搜索到 网络上也都能搜到 都是免费的 无需去购买 好吧 OK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